启示录第十二章 天上献出大异象来 有一个妇人 身披日头 脚踏月亮 头戴十二星的冠冕 她怀了欲 在生产的艰难中 疼痛呼叫 天上又献出异象来 有一条大红龙 七头十九 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 她的尾巴 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 摔在地上 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 等她生产之后 要吞吃她的孩子 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 是将来要用铁杖侠管万国的 她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 妇人就逃到旷野 在那里有神给她预备的地方 使她被养活一千二百六十天 在天上就有了征战 米迪迦勒 米迦勒从她的使者与龙争战 龙也从她的使者去争战 并没有得胜 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 大龙就是那铁杀 名叫魔鬼 又叫撒旦 只迷惑普天下的 他被摔在地上 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 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 我神的救恩 能力 国度 并他基督的权柄 现在都来到了 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 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 已经被摔下去了 弟兄胜过他 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 他们随至于死 也不爱惜性命 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 你们都快乐吧 只是地与海有祸了 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 就气愤愤地吓到你们那里去了 龙剑自己被摔在地上 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 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 叫他能飞到矿 到自己的地方过逼那时 他在那里被养活一仔二仔半仔 则就在妇人身后 从口中吐出水 像河一样 要将妇人冲去 弟却帮助妇人 开口吞了从龙口吐出来的水 龙向妇人发怒 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 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 为耶稣做见证 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海边的沙上 他早里有来往外 然后他开始 印象御正在海边的沙上 宗盛 设佛